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困难中坚持 太忙了 放到电子屋上就稍微掉了 那不是补一根 要补76根 我们还有15分钟 在感动中前行 向世界展示中国味道 所有摆出来的那个角度完全都是不一样 中国的元素我们都尽量多选择一点 然后呈现给那个评委去看 中国传位 加油 四级系列纪录片 加油 中国烹饪队为您精彩呈现 2015年11月18日 首届中餐烹饪世界锦标赛在北京拉开回物 从全国筛选出来的12名五星级酒店送厨 组成两个代表队参与了礼厅 他们遇到了各种意想不到的状况 什么叫不能用这么多水我问他 我现在烧菜就要用这么多水 为什么不能用啊 你胡萝卜做小一点 你这边能剪吗 一定要切吗 绿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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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绿 其实那天出了一些状况是在于 接这个角度机的时候呢 他把这个电源接反了 龙师傅看到这个的时候就有点着急了 然后再去弄东西的时候 一把手就切到了 这两个代表队的12名厨师 是经过层层选拔出来的精英 通过这次比赛检验 将选出表现最好的6人 参加2016年在德国举办的 世界奥林匹克烹饪大赛 在德国4年举办一次的 世界奥林匹克烹饪大赛 自1900年开赛以来 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 是世界厨师联合会认证的 国际最顶级烹饪赛事 中国这次是时隔20年再次组队 被寄予了厚望 我们决定组建国家队 去参加这个世界奥林匹克的烹饪大赛 当时呢是顶了很大的压力 因为在这个1988年 我们第一次参加以来 二十多年了 一直没有正式组建国家队去参加比赛 然而两个代表队的表现都出人意料 在这次国内比赛上 他们只拿了两块银牌 远远没有达到大家的期望 当天我们比赛的结果并不是我们期望的 其实我们期望的还是成为就是有一个金牌 来激励我们去奥林匹克的比赛 但是没有达到 其实我们呢也清楚地知道自己的定位在那儿了 其实通过这场比赛来 我觉得更多的是知道我们在哪儿 我们想到哪儿去 对中国国家烹饪集训论来说 这次中参试锦赛的实力是非常宝贵的经验 因为它将关系到十个月后 在德国举行的世界奥林匹克烹饪大赛 总教练张伟波第一步要做的 就是开始人员调整 在那个人员调整方面 也会有一部分的那个新的一些调整 其实就应该说是结束了 那个国家集训队的那个生涯吧 张伟波和集训队组委会经过商讨 综合了相互配合 个人能力等因素 18人的队伍最终淘汰了6名厨师 剩下的12名奥林匹克烹饪集训队员 将竞争最终上场比赛的6个名额 目前摆在他们面前最大的问题 就是拿什么样的菜品来代表中国参赛 在这个比赛上面 我们中国人一定是要有中国元素的一个表达 包括这个中国元素可能包括中餐的那种烹饪方式 中餐的这种食材的那种组合 中餐的那种口味 但是呢这些东西呢 你又要是让老外能够理解 又能够让老外能够懂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蛮难的一个地方 张伟波和组委会沟通 要用最简单的办法 让金骏和耿晓东带着的两组队员 寻找各种各样的食材 来呈现中国味道 由担任过奥林匹克烹饪大赛的评委来评定 现在队员们不仅要发挥想象 彼此之间也有了充分的竞争 我跟我们的主员都讨论过了 然后我们那个有几道菜 就是像那个前菜和热菜海鲜 我们都是按照以前 就是已经做过的 然后有点想法的 然后呈现给那个评委去看 然后呢其他的原料 就是中国的元素 我们都尽量多选择一点 然后可以给瑞克去选择 然后他需要什么东西 或者是他觉得中国元素是什么东西 他给我们一点方向 然后我们按照他的那个方向来寻找 可以展现给他看的东西 其实整个比赛的话 不光是食材 菜 其实展台设计 各个方面都要体现中国的元素 用一些笋啊 用一些笋 用一些面条啊 还有一些比较中国的风味的调味啊 像姜啊 这些类似于老外 不太会用到的这些食材 都会用出去 德国世界奥林匹克烹饪大赛 有两项任务 第一项是国家冷菜展台比赛 各个国家队可以提前制作好 在比赛当天呈现 第二项是厨房热菜比赛 这就需要各个国家队现场制作 代表中国 重现给世界的中国美食展台 需要大量的中国元素 两个组必须绞尽脑汁 去寻找和呈现 是绝对有中国元素了 应该欧洲是没有 没有藕这个原料 咱们用中国的糖藕 糯米糖藕 做一个前菜的话 应该是绝对是中国元素的 对对对水吸干 否则它放在展台上 就不会有汁水下去 破坏整个造型 常规的做法是把干糯米 直接塞在藕里一起去煮 这样切出来 藕的横级面不是很漂亮 所以我们想改一个方式 把藕先煮完以后 再酿糯米看看这样行不行 藕是红的 糯米是白的 需要这个效果 传统的效果是 虽然速度快 但是呢 米的颜色就变红了 就没有很强的食欲感 这样的食欲感很强 这就是个慢工厨细活的事 还是得考虑一下 不要光为了好看 还得时间效能比 还得考虑进去 估计还得再试试其他的烹饪手法 是不是能够 事先塞好糯米的前提下 能够保证它的颜色不变 颜色还是更加鲜亮 还得再测试 所以说我们这次用三文鱼代替原来用的那个虾仁 虾仁因为虾仁的肉也是红色嘛 然后那个加上胡萝卜啊什么去做出来 然后它的颜色就会很红 但是现在我们就会有天然的三文鱼 然后加一点奥黛 打成绒 加一点蛋清 打成绒之后呢 就是这个粉红色的颜色 也比较漂亮 这个菜呢 既能蒸又能炸藕 莲藕 这个是绝对的中国元素 因为在那个储菜里面 就是储菜里面 莲藕是一个就是老百姓 都基本上湖北人 基本上都是要吃的 压完之后它很紧密 然后它也很漂亮 就是它会把这个里面的空隙全部填满 就这样 就很漂亮 然后等会我们可以炸 很熱的 有蒸有炸 然后我们看看哪个会比较好吃一点 然后试验一下 具体的现在还不知道 这个结果会是怎么样 反正先尝试一下 我做了一道菜呢 叫琵琶豆 它是一道中国的名菜 它的形态呢 酷似中国古代的一个乐器 所以把它叫做琵琶豆 它这个菜主要的原料是什么呢 是豆腐 还有一些鸡肉 还有一些青椒丝 胡椒丝 香菇丝 来把它来进行调味做成的 表面的 然后我们再做上 放上一些青椒丝 胡椒丝 做成那个皮肤上的咸 把它做成一个咸 然后给它蒸熟 蒸熟了之后来使用的 这个菜非常美观 当时我们做这个菜蒸的时候 又是用的是中国的 那个青花刺烧 当时我做完这道菜呢 我自己的感觉是 这个菜非常非常有中国的特色 不光好吃好看 而且还有非常有中国菜的一些意境 尽量地去把中餐一些好的东西 去结合在一起 用颜色去撞击 因为我们最多的这个理解 集训得到的这个感觉是 西餐在颜色上的这个 采用的大胆和创意 这种对撞的话 其实蛮强烈的 队员们都费尽心思 不见其烦地尝试各种方法 把自己能想到的 可以在中国国家展台上展现的菜品 全都打得出来 我们把中国所有的名菜都做了一遍 其实这里头有个非常困难的一点 就是中西方 中西的文化差异非常大 你中餐认为很好的东西 他必定理解 举个例子 就某一道菜 我们要放云南的香菜的叶子 他可能觉得老外都没看到过 你这个东西放上去 毫无意义 我们就觉得可能放进去 有非常非常大的作用 他一个不用放 那你怎么办 你是放还是不放 然而在邀请来的外国评委看来 这些耗费了一个月 逐步呈现的中国美食元素 他们根本不理解 在国际比赛上自然投占优势 必须舍弃 就让中国教练和队员们都很困惑 如何来试景和守护呢 这成了每个人必须面对的难题 从这几次集训来看 我们的表现还是没有让Rick主席满意 我们知道Rick主席其实带领其他国家 包括日本队 包括泰国队 都是得到金牌冠军的 然后呢 但是我们这好多次的集训来说 他都是没有满意 我们就没有底 心里面没有底 那一阵这个 这个民口和团员 和队员们几乎打起来 很大出头 民口在电话里就嚷嚷起来了 为什么我提的你们老要改 但是我们我们就觉得 如果都按你 那肯定会有问题 你比如这个种子叶 这个荷叶搁在里边 他这个荷叶也可以 那按照国际规则 是不是荷叶不能吃啊 我们在不停地推翻 不停地去做 因为有些东西是局限于 局限于他比赛的这个规则 想拿出去 但不一定适合那个比赛的展示 在冲突中坚持 在坚持中融合 国家棱展台的菜片 经过国家队长时间的打磨 终于有了基本出行 他的所有的这些冷展台的菜品 的要求也很多 他可能有这个头盘的 小时的大型的这种叫庆典拼盘 然后还要有沙拉 然后还要有素食 还有甜品等等 这些不同的这种形态 在中国国家冷展台部分 除了这些美轮美奂的冷菜 还需要有一个大型食品雕塑 作为引领整个国家展台 美食文化的聚焦点 他们叫女娃不天 我也不知道具体起的名字叫什么 这个美女和一条龙的那种 他们觉得是 完全是给他们 眼前一亮的感觉 它就是一个龙和人的结合 是个龙女的感觉 然后你像这个身体 这个部分中间要有一个龙的眼睛 然后这些都是龙门的 祥云和龙门组成的 它体现出中国的一个捏术和雕塑的呈现 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糖 所以说它是一个融合的雕塑和糖液 结合在一起的 主要是那个翻糖和糖液 糖液的话就是那个 咱们叫益寿糖 也叫艾塑糖 这个是那个糖尿病人 什么都可以食用的 然后还有 另外一种像这种 这种就是我说益寿糖做的 它是比较透明的这种 然后拉出来以后会有金属光泽的 另外一种像这种材料 不透明的白色的 然后通过互上色做到这种效果 这个是那个翻糖 就是咱们那个翻糖蛋糕 基本上用的都是这种材料 它的糖粉和糖的比例又很协调 所以不会觉得太多的糖和太多糖粉 所以说融合的比较好 我再给它上色 上色 上色为什么要用一张纸去 就是说我要先试颜色 有时候气压会不稳 会有一点点小喷溅 我要确定这个颜色没有问题的时候 才能把它带到作品上 这次是四年一次的大赛 我想高手一定非常的多 我们只能说进我们团队最大的努力把这个东西做好 但是会怎么样其实我也不知道 因为毕竟是个世界型比赛不是一个简单的平时做一个作品 就是当初都是在打磨 静下心来慢慢慢慢地去搓每一个轮轮角角 把它体现得更加完美 然而在一次内部展示中 这个大型的女娲补天堂底雕塑 突然从龙头部分断掉了 像原因出在还是结合点 就是那个重力 它的重心偏掉了 它就自动会分离 就像表面一身贴片脱掉了 经过队员和教练组的商讨 决定做两尊雕像 已被不时之需 除了冷展台的菜品逐步成型外 热厨房比赛的作品也开始浮出水面 我们是一个set menu set menu三道菜 一个前菜 一个主菜 加一个甜品 前菜里边的中国元素是一个山鱼的枝酱 是一个清麻辣的口味的枝酱 是中国的口味 然后就是配菜配的清麦仁 加精华火腿烧的一个清麦仁 这个是中式的味道 第三个是再配的榨葱卷 这个也是中式的味道 然后还有在我们的这个装饰屋上面 一个这种黄瓜花 也是中国的元素在里边 第二道菜是主菜 主菜上面的那个烤乳猪 烤乳猪排 这个也是一个非常中国传统 中国的这种商品 然后做了一个这个鸭卷 做了这种八宝饭 然后用那个大白菜去把它包成一个卷 然后我们还有一个是做了一个豆腐卷 然后去再去熏 让这个豆腐上面有种烟酷的味道 然后就是我们最有中国特色的是在上面 是配了一碗中式的淡淡面在上面 然后就是第三个才是个甜品 甜品我们从他们它的整个盘式来说的话 它是一个中国的这种图案 作为一个边框 碰到这种巧克力在上面 教练组和12名集圈队员 克服很难 充分发挥自己的想象 在与聘请的顾问 反复碰撞和融合下 终于确定很 国家冷展台菜品 以及热厨房比赛菜品 有没有建议吗 我放在最前面 的建议 芝士 明镜 提高 美国 芝士 吉典 H 3 2 2 8 今年几乎都是在这样的一个折磨人的过程当中 然后大家在拼在成长 经过教练组的反复选拔 最终确定了前往德国参赛的六名上场队员 和四名替补队员的名单 银俊 耿晓东成功入围 很荣幸地能够成为中国合家公司的一员 参与到这个IPA世界的标赛 我们耿晓东师傅是我们整个队伍的队长 所以作为队员之间 他是整个队员之间的一个比较资深的 然后也是能够把大家捏在一块的一个人 我请代表中国国家跟着队的所有队员 庄严宣誓 在比赛中我们将严格要求自己 自觉遵守团队纪律和外事纪律 服从可非互相合作 积极普遍 不持心脑 克服困难 按时保值保量 完成比赛任务 对很多厨师来说 这一辈子也是只有这一次机会 来参加这种比赛 我觉得也可能真的很多人 对这一辈子就一次 所以大家一定要是尽自己最大的努力 把这东西做好 其他东西都不用考虑 只要把这比赛做好 能够取得好名次 我们觉得我们都不值了 对对 因为人生就这么一辈子 那我们希望我们的努力 还是有个至少是等值的 那个一个回报 对吧 但是如果我们得不到奖 我真的会很说 分手很说 那这样的话 我相信将来你在 躺椅上也好 晒着太阳也好 抱着孙子孙女儿也好 你跟他讲东西的时候 我相信你一定有非常精彩的故事 这个很多人梦寐以求 一辈子都得不来的 我觉得这个你参与的 是你的一个幸运的故事 也是你的责任的故事 所以说 既要享受这份幸运 也要承载这份责任 德国世界奥林品质的风筝大赛 已经互在一起 备战一年后 将会有怎样的讨厌 等待着时隔20年来 参加比赛的中国国家风筝队呢 他们又会取得怎样的成绩 欢迎继续收看 加油中国烹饪队